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整夜的雪 让湘西披上了一层洁白的面纱 整个世界也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 这个地方矗立着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 数亿年的时间中 无数次被白雪覆盖 这里的山水独一无二 即使万物冰封 依然会孕育灵动的生命 山谷下面 一片漆黑之中 有新的生命在苏醒 也有小生命破乱而出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伟大的 万物复苏的初春 峡谷间荡漾着清脆灵动的音符 一只古老的生物 寻生而来 它是一种有手有脚的鱼 是被称为娃娃鱼的荣源 因为常年栖息在黑暗中 它们的势力退化了 但超强的听力和触觉 让它们的捕猎十分迅猛 娃娃鱼的下颚非常有力 甚至可以咬断人的手指 但对于卵石 它还是无能为力了 在水深两到三十厘米处 生活的娃娃鱼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式 据说 它们从三亿五千年前的恐龙时代 就生活在地球上 它身长 最长可达两米 有记录说 可以活一百二十多年 但它现在 却是濒临灭绝的两栖雷洞 因为娃娃鱼只能生活在一级的清水中 水质稍微恶化 娃娃鱼就会选择离开 对于娃娃鱼来说 寻找清澈的水是生存本能 但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 有几只娃娃鱼游到了张家界 几个月后 它们会在这里交配繁殖 到时候 会有许多新的娃娃鱼诞生 这片清澈山水的品质 会让新生命再次吸取灵气 成就娃娃鱼的循环 水是生命之源 翻腾的细小水珠遇到冷空气 凝结成雾 飘到空中 化成雨 大地因为雨水而生动 多雨的季节来临 湘西腹地中一片红色石林正在发生着变化 红色的岩石因为雨水而逐渐变黑 等到天晴 石林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红色 这片色彩不停变换的魔法石林 在当地被称为红石林 岩石和峡谷会随着天气 时间和季节而变化 纯净的雨水是造就这一切的魔法石 这片岩石林并不是单纯的岩石 它们保存着时间的传说 四亿五千年前 这里是深海 因未知的力量 让沉在海底的红色碳酸盐变成了陆地 数一年间的风雪雕刻 来不及逃走的鱼 化作大地的年轮 遍布在这片石林中 这片湘西的石林 因雨水而灵动 因时间而具备灵魂 太阳升起 河流被染成金黄色 生命是水孕育的精灵 流动的水脉 让湘西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许多独特而又稀有的动物 在这里繁衍生心 它有长长的尾巴和酷似狐狸的外表 被称为飞狐 飞狐用锋利的爪子在树上自在地游荡 它是石草洞 烤吃嫩叶生火 飞狐会在树上挖洞 飞狐挖的洞是它的爱潮 传说 飞狐是神话里的动物 爬到高高的树上 摇着尾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飞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靠置昆虫 嫩叶 水果为生 猕猴不仅是爬树能手 还是游泳高手 游水流域 这里的猕猴每年都度一次喝 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 然后跳进水里 过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猕猴冒着生命危险渡河 为的是寻找食物 它们离开没有食物的地方 到另一片土地 这是在给树林 休养生息的时间 一年后 大自然会恢复到原来的样貌 猕猴群会再次回来 翻过这座大山 是人类的聚集地 在这里 猕猴群将面临新的挑战 它们的目标 是人类的粮食 这需要猴群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咬晃树枝 是猴王给猴群发出的危险信号 但并不是所有的猕猴 都需要如此的辛苦 石志安是位职业的养猴人 猴猴已经有二十年了 每年他都会去照顾渡河而来的猴群 这两只猴猴 是去年猴群离去时 遗留下来的猴猴 如今成了石志安的家人 以前石志安的这个猴群都在做猴子 都懂了我的 都无理 我是他们的猴群 叫他们做猴子 叫他们喊猴子 叫他们咬猴子 叫他们救我猴子 早就他们回家 我们的水下的猴猴子 所以是十二个 你十二个 我喊他们 你怎么做呢 对猴猴的保护 让捕猴早已成为历史 但二十年前的机缘 让石志安学会了与猴相处 这一次 他准备让这两只猴子 回归猴群 一个月前 新的一群猴猴渡过河 在村外的崖壁上 居住了下来 石志安开始尝试接近他们 大冲冠 大冲冠快快过来 大冰冲快过来 快过来 这一段崖壁 经过简单清理 作为通往猴群的通道 即使是灌走山路的石志安 也需要加倍小心 这已经是第二个星期 大冲冲快快过来 快过来 快过来 这次石志安带来的是 猴猴最爱吃的玉米 花生和红薯 剩下来的就是等待 即使最了解猴猴群的养猴人 也不能确定猴群是否会来 大冲冲 CHRIS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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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点 大冲冲 大冲冲 enes 是 猴群似乎接纳了石志安 但并没有看上石志安带来的猴子 石志安并不着急 任何一件事情的改变都需要时间 也许需要很久 也许就在明天 水穿越山林 建筑人烟 从大山深处带来的滋养 渗透着纯净 自由与友善 江水边 生灵们又有了新的关系 它们开始了合作 有着灰黑色羽毛的鸟 就是如此 渔夫从十岁开始和卢� 和卢磁一起工作 竹筏在河中央挺稳 像往常一样 渔夫开始捕鱼 卢磁是最佳搭档 卢磁的羽毛很容易吸收水 所以卢磁善于潜水 弯曲的嘴是锥形的 所以利于捕鱼 卢磁捕刀的第一条鱼 是属于自己的美餐 从第二条鱼开始 是渔夫的 通过控制食道 渔夫不让他把鱼吞下去 卢磁是水中的高手 卢磁是水中的高手 给渔夫带来一定的收获后 渔夫会解放鲁子 让他们回到江里尽情地吃鱼 其实在天气糟糕 或者鲁磁病了的时候 渔夫也会尽心照顾他的伙伴 他和鲁磁就这样共生了四十多年 鲁磁捕鱼 湘西江水上的合作 这位老人是这条江上 坚持着这种合作的最后一位渔民 也许今后 山林间这灵洞的水 会带来新的合作方式 水造就了湘西的地貌 人们顺应它的力量 营造自己的生活 这种木制的水车 一千七百年前就出现在这里 巨大的水车 直径有十四米块 利用水的动能 每天摇起六百多吨的水 输送到农田中 也可以用于免磁骨 水车带来稳定的水 和能源 这是湘西生银与自然的对话 从矮矮冰雪下融化的水滴 到雨雾争腾 到雨雾争腾 临间小溪 直至渐入人烟 逐浪至远 相生与相助 清临与柔弱 围绕着它所滋养的 是纯净自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发 发 判明 稳 实现 转发 赤赤 战矮 短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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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 短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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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乃